大家好,我是羽豬 歡迎回到我的視頻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就圍著我的英雄夢狗 在昨天的改版的時候 出了一個隨從系統 又可愛的女僕陪著你喔 那麼 隨從系統有什麼樣的功能 它長得怎麼樣 有什麼好介紹的呢? 我們今天的影片都會告訴你囉 那麼有興趣的話請6點30分 準時回來看我的影片喔 那麼就6點30分欠囉 大家好,我是羽豬 歡迎回到我的視頻來 今天要來講我的英雄夢狗 大家有沒有看到Aver的角色變得不一樣了 是一個可愛的女僕呢? 那麼 我的英雄夢狗在這隻改版上面 多加了一個隨從系統 那隨從系統要怎麼用 還有它有怎樣的功能呢?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這個 首先你打開你的這個山 會來到了隨從的一個系統 那麼這就是 我現在目前我的隨從長的這樣子 這個愛心就是它的 好感度 親密度 你要去跟它訓練一下它的親密度 這樣子 那麼 然後 就像它可以 呃 協助於你出去 那個 協助孤單 那這是我 一定外面 出去探尋 然後它探尋這些寶物回來 然後 再點這邊 這邊是它 就是隨從的名單 如果你有不同的名單 它就會都會顯示在這邊 然後還有它的能力值都會顯示在這 那我們打開這邊還有一個山 那你可以幫它換裝 如果你要你的地圖上面是顯示女僕的話 請在這邊把它打勾 這邊的話 如果你不打勾的話 就是你的 呃 回來就是你原本來的角色的狀況 那如果你打勾的話 就會變成女僕的樣子 給大家看 OK 就變成女僕的樣子 那麼 這邊還會給你有換裝啦 增加親密度啦 或者是你要AR的拍照 或者是 呃 仆蟲的轉蛋 仆蟲的轉蛋 是 嗯 12個小時可以免費轉一次 那麼 轉一次的話是19磅金 然後轉10次的話是10加1 我們就來轉10加1的給大家看 都是綁定金屁就可以了 那最最好的寶物就是這個可愛的小魔女登場 然後我們再轉一次 那麼中間就會跟你說我中間拿到的 如果有重複到就是他會幫你轉成糖果 那旁邊這邊就是你拿到的東西 11抽嘛 圓圈這邊就是11抽 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欸 瞳孔的色啦 你就可以點啦 黑色啦 背書成長針啦 古錦啦 圓神 這個隨從歡樂圓神包啦 有機會可以抽到兔寶這一些的 然後疾風靈珠 完全從生育就是一個 蒲帶裡面有5顆 那這個就是疾風靈珠的話是比 藍色的珠子還要在高階的珠子 那麼如果你要繼續轉就按繼續轉 不要就按確定 那麼 你轉到的東西你可以在這邊換裝 可以換他的膚色 瞳孔 這就是我轉出來的瞳孔的顏色 綠色啦 這個顏色啦 黑色白色啦 然後還有髮型啦 髮型我已經轉到三種了 對 那麼 還有臉部可以做調整 要不要戴眼鏡 還有服裝啦 女服裝跟學生服啦 這樣子 然後 在這邊還有翅膀 翅膀我目前有三個 然後 還有背景 背景我目前有四個 就是這樣子的 OK 那麼 再來打擦 我們到我們的背包裡面去 然後 服袋這邊 剛剛抽出來的疾風靈珠啦 或是 完全從生育跟隨從包包會在這 那麼 我們開隨從包包 呃 巧心女僕 欸這隻我沒有 書寶我有了 那麼你就可以 有機率可以開 更多的 呃圖圖鑑這樣子 那麼這個完成從生育五個 就是 一個就等於五 開一包就等於五個從生育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就等於三個 疾風靈珠這樣子 那這就是隨從的系統 就是要你 花你的 呃 綁定金幣 然後去 抽那個轉蛋這樣子 它要把錢回收回來這樣子 那麼你這邊 就可以增加親密度 你可以直接點這邊 或是這邊 增加親密度 這邊都可以 對 那麼 如果你有抽 我現在沒有抽到 其他的所有沒有 那協助孤蛋的話 呃 是可以少四個小時 你就孤下去 那麼你就這邊 會有一個 欸 女僕的介面 你就把它點進去 這樣子 那麼 根據你的 不一樣的話 會 它就少一半 如果你四個小時的話 它就是減少四個小時 那四個小時的蛋的話 它就是減少兩個小時 十二小時的話 它就是減少六小時 就是一半 這樣子 OK 那這就是今天介紹的女僕系統 那麼 還有出現了 欸 給大家看一下 呃 那個兔寶 很可愛的兔寶 呃 我有抽到 欸 沒辦法給大家看 因為我兔寶拿去 那個 練單了 沒 我拿去練單了 它長這樣子 超可愛的 欸 那這個介面上面也改了 這個 兔寶長這樣 粉紅色的 超可愛的 而且它會掉著蘿蔔喔 超可愛的 OK 好 那今天就介紹這樣子啦 那麼 影片就結束囉 對吧 在畫面下